想要投票也要注意 气象局发布了强风特报 尤其是离岛地区 容易有走到十一级的强震风 就受到了风浪影响 可以看到澎湖马公本岛 往七美跟旺安的船班 都在今天停市 有民众就抱怨说 回不了家投票 权益受损 那么一早增开八点 往湖井跟桶盘的加班船 也因为风浪大 只有九个人来搭船 带着满满的家当 来到码头登上客船 澎湖的居民们 准备返乡参加公投 为了因应人潮 船公司特地加开班四 往返统盘和湖井等岛屿 从平常的两趟增加到四趟 但一早八点 加开往统盘的交通船 却只有九个人来搭乘 强风轿局搭船意愿低 今天上午风浪至少有十级 开往七美和旺安岛的航班 为了乘客的安全决定停市 不知游客扑空 想返家公投的民众也相当失望 不满表达意见的权利 受到损害 有民众向政府喊话 希望能够有对应的方案 希望能够办一个庭堂证明 到选委会去 然后再码公投 希望县府跟中选会 能想想办法 不想这宝贵的一票 被白白浪费 华氏新闻陈能政 领起政省立荣澎湖报道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